这次来找我 是为了你媳妇的事情吧 你媳妇跟别人有一腿 有了孩子找你背锅 那男人听说还是几年前 再上河村插队的知青 长得那叫一个小白脸 家境肯定不错 无奈何 人家那时候带不走人 暗地里跟你媳妇来往着 有了孩子 才不得不爬上了你河洞的床 满天过海 现在人知道了 来带人走了 原来这些谣言 你这更详细一些 都是从哪听来的 杀人出行也不过如此 秦雅就只是个小姑娘而已 她什么也不懂 可人 她的目的达到没有 想要的结果出来没有 结果 河东突然想到什么 赶紧起身往家跑 河东回到家里 就叫着祝秦雅的名字 但是家里 无人应声 咋了东子哥 秦雅呢 刚才黄英来找秦雅了 说是走走散心 去河边了 河边 河东没敢停留 转身朝着河边跑去 河边上 黄英看着祝秦雅皱着的眉头 可是难受 咋 还想早上的事情呢 河东都相信你 所有人也都相信你 就当过去了 本来也是没有实际的东西 不值得你费神 可我总忍不住想 到底是谁要这么对我 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恨自己无能 可现在 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拼一拼 万一努力之后 会知道那个人是谁呢 毕竟 害过我一次还不够 还想着害我第二次 就是肚子里的孩子都没能幸免 简直欺人太甚 哎呀 管他是谁呢 现在的情况是 你赢了 没有人真的相信那些留言 你妈一早在路上骂了一路 现在村子里没人敢说你什么了 那些人就是嫉妒你嫁得好 你是不知道 现在河东 可是村子里不少姑娘的心头好啊 都后悔当初 怎么就没能看上人家 你就知足吧 我现在当然想知足 要是没有吕佳泽和留言的事情 先是回我清白 现在又回我明解 黄英你要知道啥 一定要告诉我 黄英愣了一瞬 比如这留言从哪来的 又是怎么传出来 放心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说了出来散心 就不要多想了 这河边多凉快呀 你看 里面好像还有愿 哪呢 祝勤雅的注意力集中在水面 黄英指着水里 示意着她靠近一点 一只手往祝勤雅后背撇去 祝勤雅发出惊呼声的铜石 直接掉入河中 河东跑过去 扎入水中就入 祝勤雅拼命的扑通 在水里起伏 河东着急游过去抱住人 黄英在岸上大声喊着 来人 救命 有人落水了快来人 很快河东就将祝勤雅拖上岸 秦雅 秦雅你没事吧 秦雅 河东把人放平了 做人工呼吸 祝勤雅吐出来一口水 抱起来人就往家走 黄英一直跟在河东后面 冬子 秦雅这是咋了 怎么一身的水啊 妈 秦雅落水了 我先回屋给她换衣裳 祝长荣和王月听到动静也打了过来 好好的 这是咋的了 师祖落水 秦雅不小心掉河里了 我本事好心跟她去走走 谁知道 早知道这样 我 我就不带她去了 秦雅不会水 不是说过 不叫去水边的吗 我这不是觉得河边凉快 觉得其他地方会热坏人才 屋里堂被一趟换着闺女 秦雅 你别吓我 秦雅 跑一会儿 祝秦雅终于醒了过来 我在哪 醒了 磕醒了 傻孩子 这不是在家里呢吗 好好的 怎么会落水 你是最怕水的 秦雅是被人推下去的 水 谁敢推我们秦雅 黄英 唐梅震惊了 随后走出门大声质问 黄英你为什么把秦雅推下水 秦雅现在还是个孕妇啊 你这死孩子 你这么对她 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也没对你有什么不好啊 黄英也不装了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她不知检点 像不该爱上她的人爱上她 黄英你在说什么 我说三个字你就明白了 李嘉泽 我想你嘎呀 真的 可是你命太大了 跟河东共度凉宵后没嘎 刚才又没嘎 我处心积虑的 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祝秦雅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已经使出浑身陷数了呀 却一次次失败 祝秦雅则是完全没法消化 把我和河东安排在一起的人 是黄英 虽然是黄英 黄英望着人 若有所思 不对吧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看过去 王月可是吓得低了头 河东和祝秦雅出事的那天晚上 我起夜的时候 隐约见到过那个人的背影 身形高大 五大三粗 就不是黄英这样弱小的身体 说他把祝秦雅送到河东床上 我可不怎么信 我 我的意思是 他那么瘦小 怎么可能弄得动秦雅 还从祝家到河家 如果你恨一个人 想要做一件事情 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比如说 我可以假装是祝秦雅 跟吕家泽通信整整三年 要不是他突然回来 我也根本不用这么着急出手 祝秦雅心痛无比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是你 甚至都不知道你能因为这些 完了 你还可以没事人一样 跟我有好相处 就只是因为贾泽哥 你要说出来 我也不会说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们想怎么样都可以 大哥 把贾泽从地窖里放出来吧 与贾泽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贾泽 这就是那个 跟你同心了三年多的女人 她刚才亲口承认了 贾泽哥 跟你同心的人找到了 是黄英 你别开这样的玩笑 是谁 也不可能是黄英 你是说过 我们的事情不想叫家里人知道 让黄英代收 你不能因为这样污蔑别人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不能随便给人抹黑啊 祝秦雅自然是摇筒 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原来一直和吕家泽通信的是黄英 却知道吕家泽喜欢的是秦雅 所以只能假借秦雅的名义来写信 而且已不能叫家人知道没有 让吕家泽写给黄英收信 然后转交 那么信没有到秦雅手里 就能够理解了 我这里真没有一封属于你的信 去黄家看看 一切就真相打白了 黄英却是笑了 他拿出来几封信来 不用去 我这里有呢 本来就是写给我的信 我怎么会随便乱放 我都戴在身上 什么时候想 我就拿出来 吕家泽激动的过去抢过一封 有错 自己 都是他自己的 而且都是最近的日期 怎么 怎么可能呢 家泽哥 我喜欢你啊 从你来到上河村 我就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曾经我的世界灰暗无光 你出现后 多了阳光和色彩 家泽哥 我很感谢你也是喜欢我的 不管天荒地老 还是海枯石烂 我们的心都在一起好不好 家泽哥 你说过要娶我是认真的吗 但我可要准备好 就是现在肯定不行 家泽哥 吕家泽一个无力 直接退后了两大步 不要再说了 可是怎么会是你 家泽哥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为了跟你通信 让你觉得我就是祝琴雅 你走后 我苦练字体 没日没夜 甚至 我学着他说话的语气和思想 我努力学得跟他一母一样 可你为什么要突然回来上河村 如果你晚点回来 我就能想到办法去找你 我告诉你 祝琴雅和河东的事情 让你看到一个背信弃义 或者 已经嘎了的祝琴雅 这样 这样我做过的那些事情 也就不会有人知道 就好像今天祝琴雅要是逆手而亡 你和我的过去无从查证 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 你没有办法去跟一个死人求证什么 倒是 会给我多分爱怜 我就可以以黄银的身份接近你 家泽哥 吕家泽痛苦了 不要叫我 我要叫我这三个字 你不配 黄银 你真的不配 拿着信 吕家泽举步离开 现在你们满意了 我所有的计划都被你们破坏了 我永永远远地失去了家泽哥 河东觉得可笑 你什么时候拥有过 黄银胸口顿头 我是没有拥有过家泽哥 拥有的是祝琴雅 即便分隔两地 即便多年不见 家泽哥的心里 几年如一日地惦念着 爱恋着祝琴雅 为什么你没有敢 为什么你没有敢 黄银大步朝着祝琴雅过去 却被河东拦住 送公安局吧 故意伤人 蓄意嘎人 总要付出代价 送公安局就送公安局 好像谁怕谁一样 黄银豁出去试得笑起来 无惧无畏 那天晚上 出现在祝家的乞丐是谁 黄银懵懂 什么乞丐 我不知道 河东心里确实有了答案 若说那乞丐的出现纯属巧合 我是一直没相信 所以说黄银不知道 那个乞丐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 除非那天晚上 还有另外的人 你说什么乞丐 我是记得那天晚上 有个乞丐到家里借宿 不过这件事情你咋知道 就是那时候天太晚了 我也没惊动谁 我也是听人说的 赶紧送公安局吧 真没想到 我们上河村能出这样的人 要不是太熟了 我是想打一顿再说 搞得我现在怕脏了自己手 黄银没说话 我的任务完成了 什么结果都能接受 随后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河东注意到的时候 是越发地肯定了心里的一些想法 随后一行人坐着拨拉机 去县城公安局报案 就是到门口 河东停住了脚步 赞不往你走了 河东望着一脸视死如归的黄银 我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 黄银微愣 看着河东的目光 多了丝丝复杂的意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家里要出了个嘎人犯 好像挺丢人的 会被压着游街的 一个女孩子 但凡在意自己一点 也不会愿意身处这样的处境 所有人都会看着你 知道你做过什么 对你指指点点 不管是上河村的 通安县的也会知道 更可能还上报纸 通告权限 你大哥黄大虎 也别想考大学了 我可以再给你一点时间考虑的 除了黄银 大家的脸上都写着个大大的问号 能够让黄银犹豫这么长时间的 这背后的操作者 必定不简单 黄银纠结了半晌 静止朝着公安局大门走去 河东吃惊 其他人则是愣住了 见过被人抓着送来公安局的 就是没见过自己主动进公安局的 是真不怕被判刑 河东说了黄银推注秦雅下河 蓄夹人的事情 黄银也主动承认 原本想着黄银总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人还就啥也不怕 这份魄力 即便是我 感觉都比不了 但背后的人 更难对付也是真的 我得赶紧回去 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你 他没打完电话回来 东子 真不是我说 你刚才跟黄银说的那句话是啥意思 你给他什么机会 他可是差点害死了秦雅和你的孩子的人 河东自然也明白 若非我之前有意让我下子查一查 今天出来的事情 多半也就是个结果了 可我知道了 有些细节不能顺过去 就不能完全相信 何况刚才黄银的反应 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他并不见得就是那个真正心爱秦雅和我的人 不找出来 我总觉得秦雅不能算是安全 妈 对于那个乞丐的事情 你还能记起来多少 跟我说说呗 我总觉得 我和秦雅的事情 跟她可能有点关系 好没震惊且紧张 我那时候就是好心 咋 河东脸色正重 点了一下头 那个乞丐来历不明 走的时候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让河村有人骗过 没人记住她的样子 还有 大嫂也说过 那个人不可能是黄银 而且那时候秦雅是被人打晕了送去我家的 黄银瘦小 要说她大哥黄大虎干的 我还能相信几分 这个王月 她怎么能一直帮着外人 这件事情黑不提白不提 我回去就好好问问她 到底怎么回事 妈别急 有些事情 总要让她心甘情愿地说出来 要不是黄银做的 还有谁能对我们秦雅做出来这等事 现在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我们只能是慢慢查 毕竟人黄银连进橘子都不带怕的 搞不过 防坏于未然很有必要 河东和祝秦雅当回到家 就看到一脸憔悴的吕家泽 旁边站着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 祝秦雅看到人 高兴得不得了 文宇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了你寄的信 这次来 我给你带了礼物 河东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祝秦雅和苏文宇离开院子去堂屋 河东看向了吕家泽 本来就精神不雅 这位子就更加的精神为敏 真相是挺难让人接受的 但是 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回来上河村呢 同性三年 多不见面一次 也不怪被人骗得这么惨 可见人 有时候真应该重视 什么叫眼见为实 跟后世的网恋似的 不见面谈的风声水起 你能我能 见了面 发现谈了个寂寞 何等悲哀 吕家泽轻笑声 悲丧的眸盯着河东 你以为我不想 我爸不叫我娶她 让我去了大西北 叫人看着我 他觉得我糊涂 觉得我愚蠢 回成了多的是好姑娘 要我忘了在上河村的一切 我本来是要极力抵抗的 收到祝秦雅写给自己的信 更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可是 谁知道呢 所有人都把我当傻子似的 最后还发现 我是真傻 你这儿有酒吗 我想喝几杯 喝酒可以 不过是要收钱的 你现在是真存钱眼里了 我这都快难受死了 屋里的苏文宇和 助秦雅聊的热火朝天 看起来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河东挣了大钱了 啥都买上了 现在上河村的人 是谁也比不了了 我是怕你不相信我说的 不过今天你来了 是知道我没骗你 谁能想到 当初穷困潦倒的无赖地痞 如今 不但成为了秦雅的男人 而且 还置办了这些个城里人 常见的物件 更关键的是 我竟然从秦雅的脸上 看到了美好开心的笑 嫁给河东 她没有痛苦 也没有傲恼 而河东那个人 真能说变就变 我现在刚来 是真看不出来什么 我给你买了身衣裳 待会你试试看 都是现在盛世最流行的 谢谢文宇姐 谢什么 在你们家那会儿 你们家可没少照顾我 现在不过几件衣裳 本来我还担心 你和河东的事情呢 结果 真没想到 你们能过到一块去 一开始我也觉得天都塌了 那后来呢 是河东自己改变了我的想法 她变得积极上进 摘蘑菇 卖以为挣钱 把日子生生过成了现在这个样 不但如此 村子里 很多人也因为她 日子过得好起来 文宇姐姐 你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敢想 想的话 总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梦里面一样 真怕 突然就醒了 傻丫头 你是怕我担心吧 心里光减好的说 我是觉得 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就只能认了 何必让你再为我难过 也许这就是上天 为你安排的缘分 就是 我这次既然来了 可得好好瞧瞧 好啊 文宇姐姐想怎么瞧 就怎么瞧 我还得好好看看 你都复习的怎么样 可是马上要高考了呢 本来我还不安得很 文宇姐姐来了 我倒是安心了许多 又多一个人来帮我了 多一个 是谁 河东啊 苏文宇一脸诧异 河东能帮你什么 大字都不认得几个的人 宝哥 你知道早上的留言 从哪开始传达 就是黄银 我也是昨儿个夜里 在自家院子里乘量 听到西边方向 有人在说话 竖起耳朵听了会 谁知道一早上 出了门 到处都是在说这件事情的 河东知道 所有的事情 算是连接了起来了 黄银先是制造了舆论 干扰视听 然后对秦雅吓死手 可她没想到 我会想到这件事情 即使赶去了河边 她以为我没有看到她下手 也觉得秦雅 不会察觉她背后想黑手 所以跟着回了家 不对 只是这样的话 那么 那些她戴在身上的信 真不怕别人知道 还是 根本早有预谋 我觉得还有在黄家之前的人 你是说 黄银不是源头 源头还有别的人家 我可听说了 黄银把你媳妇推下河 吕家泽进村 会有人看到很正常 黄银能听说这件事情 有可能及时做出反应 也符合常理 但是 算是什么 这会儿我这没有外人 你就别吊我胃口 但是 她说 是她一手设计了 我和祝清雅睡在一起的事情 我总觉得不太对 可如果不是 她为什么要承认呢 这也是我的疑问之一 你相信 真有人会随身携带着 别人写给自己的信吗 那天晚上的乞丐 就跟她没有联系 她一个人能够把祝清雅 扶到我房间 还就那么相信 我会跟秦雅发生关系 或者 不发生关系 也没什么 只要别人看到了 就说不清 秦雅的清白也是毁了 可我是后半夜里回到家的 她怎么确定我那天晚上 一定会在家里 这一步步 但凡有一步没走好 都会出了大水 所以 你在怀疑什么 黄银只是个梯子羊 真正的那个人 还在暗处 胡瞎子可是头皮发麻 照你这么说 那个人是跟你和你媳妇 有什么仇什么恨 直到现在 还没有放过你们的意思 黄银的话 半真半假 情愿进橘子 也不愿意说什么 可见是问不出什么来 所以 你想让我去接近下她的家人 一起生活着 总能知道些什么吧 而且 你都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 黄家那边现在还没点动静 很不正常 我就不信 这么大的事情 黄家那儿还没听说呢 得了 就还是老规矩 这些天给的肉 不算里面那种 放心 随后河东就转身离开 路上却碰到了河大城 当然还有 老太太沈大翠跟老爷子和建国 爷 奶 今天这么好 想去我那儿坐坐 沈大翠没理会 和建国也是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你这孩子 出来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过去说一声 你这也乃生了好大一通气 我拦不住 你爹我 是真的没办法了 没事 深圳不怕银子鞋 随后解回到了家 秦雅呢 一个女人家不在家里待着 是干啥去了 怀着孕呢 也干不了啥 还到处跑 难怪能引来那么些难听话 奶 不就是倒个水 我能做的 也不是非要我媳妇做 您等着 把秦雅叫来 咋 我一个做奶奶的 大老远的来 还不能见见了 还读过书 懂事呢 这也是 奶 你多大的人了 她多大 您跟她计较 再则 我媳妇 我女人 我不让她来见 她也不敢来啊 是吗 我看她是做错事 躲起来不敢吧 一大早的 上河村哪个人 不知道她干的那点 啊咋事 河东 乃是真为你好才来找你的 无风不起浪 你就那么相信 事情就是你想的那样 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黄银是谁 你媳妇的姐妹 为了掩护秦雅 说点有的没的 你就信 以我看 这里面事情大了 祝秦雅在她娘家是吧 我去找她 沈大翠转身就往外走 河东可是赶紧过去拦住人 本来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了 沈大翠掺和进来 根本就是搅浑水 沈大翠可是怒了 你给我起开 来 秦雅身体不太好 又怀着我的孩子 不能说刺激 您看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个的家世 就不要掺和了吧 沈大翠瞪大着眼睛 出气多静气少的 河东 我是看出来了 你是真没把我老太婆当成亲奶 你把我当外人 奶这话说的 您能来关心我 我很感激 但是 我爹妈都没说啥的事情 您就别多管闲事了吧 沈大翠气急败坏 大成 你儿子 瞧瞧你儿子吧 那 东子说的也没啥不对 要不我们先回去 我和贵嫔来跟河东说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沈大翠差点一口气上不来 这儿子就沈儿子 没有老大来的体贴 来得懂事 这时候老大就只会站在我这边 这老二简直是胳膊肘往外拐 老头子你看到了吧 你这儿子只会跟你孙子 一起欺负我们两个老家伙 我们还是去大田那儿 大成的孝顺 我们受不起 河东是觉得可笑 那就走着 沈大翠大惊 撒 这儿子孙子都不留我们的 我还不想回去呢 奶 您话都说了 自然不会食言而肥吧 沈大翠处着拐杖是真的走 只是他走 河东也跟着 沈大翠就不论意了 你跟着我做什么 奶说要回大伯那儿 我们尊重您意思 送您过去 省得别人说我爹不懂事 把您气得回了大伯家 不就是想搞事情吗 我先把路给你堵死了 看你怎么编 沈大翠的脸瞬间都绿了 这一个多月下来 我不是没有想过回大田那儿的 还有就是 在大田那儿 一家人都得听我的 可偏偏大田听我怎样受委屈 也不说接我们回去的事情 奶 走不动了吗 走不动 我叫大伯来接你 沈大翠又是心口一睹 奶 不是做孙子的要您下不来台 实在是 我和秦雅的这些事情 您真的别插手 而且您也插不上手 您和爷爷年纪都大了 少操心 没病没在得过好晚年 就很好 而且家东家宝两个虫孙子也在 您啊 还一弄孙多好 儿孙子有儿孙福 河东福着人 语气真诚 也是给了沈大翠台阶下 真要说舒服 在大厂那儿也不差 至少 好吃好喝的 没亏着 倒是大田那弱大的意价 好吃的 上桌他们还没下筷子呢 也就没剩多少 酸茶倒水 张贵平也不怠慢的 无私大田那儿 天天和景和宇 两方人吵得就叫人头疼 沈大翠心里有了比较 一时没说话 河东就搀扶着人 往河贵家走 妈 热了吧 赶紧回屋里吹吹风扇 可不敢中暑了 冬子你也是 怎么没想着拿把伞 你哪年纪大了 可比不得你年轻 别怪他了 也没啥事 走的都是阴凉地 张贵平可是嘴巴大张着和不拢啊 咋 妈这是不讨厌冬子 随后 河东离开大哥家就去了筑家 筑家来了客人 唐梅是准备杀鸡仔鸭好好招呼一番的 苏文鱼在上河村住了两天 第三天的早上离开了 吕家泽也一起走的 筑琴雅望着筑肠梅的拨拉机离开好久 都不舍得回头 文鱼姐姐走了 我好失落 不是说过 有机会还会再来 可这次我就等了好久 结果来了 也就住了两天 可他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不能够一直留在这 这次 文鱼姐姐告诉了我不少关于大学的事情 我说给你听啊 抓了河东的手 筑琴雅进去房间里 绿街上级 黄银蓄意谋害筑琴雅 我果断将其送进小黑屋 让他狂踩十年缝纫剑 大虎 你说 你这妹妹到底是咋的吗 咋就非要置琴雅于死地 明明是好朋友不是吗 难道这些年 妈都看错了 黄大虎面色冷沉 妈 我也是没能想明白 事情是怎么回事 关键妹妹 还啥都不肯说 黄银 又有人来看你了 看到来人 黄母直接过去拉住人 姑娘 你认识我女儿啊 苏文鱼被吓了一跳 缩回手来 点头 姑娘 你快帮我劝劝我女儿啊 她傻了 她竟然承认自己害人 我眼里的女儿 不是这样的人 你问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她原来明明不是这样的人 真要坐牢 可怎么好 她才十九岁啊 苏文鱼望着人 没有多说的意思 你们的探视时间早就到了 就别在这儿嚷嚷 赶紧走 妈 我们走吧 我们去找祝琴雅 找河东 让他们帮帮我们 比起不认识的人 找这两个人才有用 毕竟祝琴雅人没事 好好的呢 只要他们谅解 黄银说不定能出来 黄母抹着泪 我是伤心糊涂了 竟然想着求一个陌生人 随即和黄大虎一起离开 现在你和吕佳泽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你还要继续这样吗 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 中途退出 我不是退出 我只是看出来了 吕佳泽对祝琴雅的心意 一个男人 若是不能被我所拥有 也就不值得我付出 黄银眼里的愤意燎原 只要有陈堂在 我没得到的 朱琴雅也别想好 苏文鱼很是无奈 同样是喜欢一个人 与我终究不同 为什么要一样呢 可是苏文鱼 你也没高尚到哪里去 明明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却从来没有想过 要告诉朱琴雅 他口口声声叫你姐姐 闭嘴 苏文鱼鲜少的生气 毛子阴沉的可怕 告诉我 陈堂在哪里 你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他回来过 而且还告诉我 你和佳泽的那些事情 黄银 我要见他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见到过他 你要想见 跟他说就是 真没有吗 陈堂既然没回来 为什么又要写信 告诉我朱琴雅 会有生命危险 他还说不会叫 朱琴雅和河东好过 他到底想干嘛 你的一辈子 当真要回在这里吗 黄银 他有什么魔力 能够让你这般 黄银笑而不语 素语知道自己 是问不出来什么 随即转身离开 河东刚出门 却碰到了黄大虎和黄母 黄母眼眶里蓄着泪 冬子 我知道黄银做错了事情 但是 请你看在 都市上和村人的份上 能不能 黄神子 这件事情跟你们没关系 帮帮忙吧 冬子 那天晚上 黄银在家陪我看书 之后就睡了 我记得很清楚 他不可能说 去朱家把秦雅打晕了 把人弄你床上去 而且 朱家人是睡着了 不是 怎么可能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要搬运一个人 不是容易的事情 至秦雅于死地 我也觉得 他做不出来 也不会想到 他的心没那么狠 所以 他就没罪了吗 我不是这一次 冬子 我就希望你 能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年轻 我们黄家祭你一辈子 如果是说这些 就不必再谈 河东举步离开 黄母直接泪流满面 到底秦雅和孩子都没事 你就不能 网开一面 那你让我捅一刀 不死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用对你负责 对不起管用 还要警察做什么 黄大虎哑口无言 我求你 冬子 我想考大学 我不希望自己的 努力圈都白费了 河东沉默了 这年代人确实不容易 尤其自学的这些 但是 这好像不是我该原谅的理由 黄大虎是黄大虎 黄银是黄银 何况那也是黄银自己选择的 看他举步离开 黄大虎跪了下去 冬子 我也跪下来求你 求你 网开一面 要不然黄银的一辈子毁了 我儿子也毁了 黄大虎拦住要跪下的黄母 妈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来做 河东没想到黄大虎 居然会直接给自己下跪 周边的人 也是没想到 冬子 不管黄银咋 这大虎可没做错什么 要有什么事情求你 你就 河东直接走了 黄大虎万万没想到 即便这样 河东都没有同意 我的人生 就只能这样了吗 不可以 我要像以前的之亲一样 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 改变命运 黄母想要拉起黄大虎 大虎起来 快起来 他会再来见我的 几年的寒窗苦毒 我不会放弃 黄母直接气不成声 你这孩子 都知道没用了还这样 你是想干啥 因为你妹妹我已经过难受的了 大虎 你起来 给我起来 黄大虎始终无动于衷 怪我 没有听说消息的时候 立刻赶回来 怪我 没能管束好妹妹 怪我 让事情到了这一步 路边的人 叹息着 黄嫂子 也不怪河东这样 河东一向宝贝他媳妇 你们家黄盈也推不时好歹 做出那么多的事情来 还差点害死了他媳妇 他不能原谅也正常 黄母当然也知道 都是他女儿的 再次气不成声 下午 祝长荣高兴的找到河东 东子 听说你的工厂建好了 快带我去看看 就是大哥您这腿 放心 走几步 还不至于咋 河东伸手准备扶着点祝长荣 真的别把你大哥当废人 你知道的 我腿好着那回 走百公里都没啥事 半小时后 两人来到工厂 看到偌大的工厂 祝长荣一阵感慨 也怪我腿伤了 妙不然 这工厂一半都得有我的功帽 东子 我们聊聊 大哥 您说就是 我这两个多月 处处叫人照顾着 早就厌烦了 我是个男人 哪就那么金贵了 而且现在常要常没 都在给你干事 你看 我马上好起来 是不是也安排点火给我干 要知道 我才是头一个 跟你一起做事的人 没道理现在不做了 大哥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情呢 我这里留着你做的事情呢 放心 祝长荣憨憨地笑起来 真的 真真的 那大哥是不是敢说说 您这腿到底是怎么帅的 进村那条路 你那会儿一天几趟的跑 说不小心 我是不相信 到底咋回事 想到那天的事情 祝长荣面色沉重 大哥 我可不是外人 那天我从大庄村里回来 拉了一车的眼位 想着赶紧回家的 哪知道王豪 带着村子里的几个青年人 过来解道 要钱 我不给 小混蛋就串了牛身子一脚 牛头一歪 这才导致的翻车 王月这些年 一直雇着娘家 还不够 王豪没少找我这个姐夫要钱 跟人吃喝玩乐 赶上这样的小舅子 我也是倒霉 算了 都过去了 今后我不会让一分钱 再到他们王家手里 何东心疼地望着人 难怪你出事 那王豪 是一次都没去家里 也是现在大嫂看着 比过去好多了 要不然 你这处境 她再敢顾着娘家 我也不容她 撒 你跟她说了 祝长荣点头 这么大的事情 哪能不叫她知晓 她一手未养大的好弟弟 是这个德行 手术费的事情我听说了 等我挣了钱 就还你 你别信你大嫂 说什么不还 大嫂告诉你的 上一次吵架 话赶话说的 大哥 你之前帮我多少 可是分文不取 说句不好听的 你比我轻哥也没差多少 那点钱 我真没打算让还 不行 亲兄弟还明散账 一码归一码 何东最了解大哥的脾气 只好答应下来 反正以后赚钱的事情多着力 一定要让大哥过上好日子 何东 屋子里有你的一封信 你去瞧瞧 我看着是文宇姐姐写给你的 何东则是愣了下 苏文宇给亲牙写信 才是正常的事情吧 给我写信是什么意思 你不跟我一起看 既然是写给你的 我怎么能看 要不然 文宇姐姐就该写给我了 我去厨房烧点水 何东看着他往厨房去的背影 随即进入房间 何东打开来 神情一下紧张起来 想要护着亲牙 就小心陈堂 陈堂 大堂子 难道大堂子 在做伤害亲牙的事情 可是大堂子 为什么要跟朱亲牙过不去 还有 苏文宇既然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是心智不够用吗 还是墨水少 这女人几个意思 四日一早 何东就赶往县城 何哥来了 辛苦了吧 多辛苦 就是整日蹲守公安局提心吊胆的 你也知道 我这种人也怕被里面的人注意和盯上 小鱼子拿出来手里的花 何东拿过来 一张张看 何哥 说实话公安局这种地方 真的不太受人欢迎 两天下来 我也没几张画像 何东看着画像 一眼认出高挑性感的苏文鱼 何东继续翻看 脸色突然的凝重 怎么是陈堂 陈堂怎么会出现在公安局 看来从黄鹰的事情出来后 让小鱼子守公安局 真是对了 随后何东拿着画像 静止走进了公安局 你好 老总 这个是我媳妇的妹妹 前两天要跟人私奔美的消息 我想问问 她来过这里没 你媳妇妹妹 你媳妇怎么过来问 这不是肚子大了 着急吗 我也不敢叫她乱跑 这妹妹也是不听话 非要跟个穷男人跑 那男人因为私生活不检点 前几天送来了这里 我就想着她来过没 景元仔细打量着何东手里的画像 他是来过 不过不是见什么男人 是个女人 何东拿出光云的画像 是他吗 景元点点头 你媳妇妹妹到底来见男人还是女人 何东慌忙拿出来大堂子的那张画像 喏 男人就是这男人 这男人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这女人是其一 可恨哪 我媳妇妹妹不听劝 非要搅和进来 那还真是 这男人也来见过这女人 何东现在是都明白了 苏维鱼和陈塘都来见过黄英 陈塘既然在县城出现过 那么 人肯定还在这一片 何东没有过多停留 直接返回上河村 孩子 好孩子你就起来吧 算了 算了 我们不求何东了 我们回家过日子 黄英那样就那样了 大虎别跪着了 就算大妈求你了 说不起来 这一天一夜过去 就不带起来 大虎 你妈也是好心劝你 要说狠 还是何东狠 说什么黄英做了那些事 可跟你没关系啊 没道理让你跪在这 马上日头大了 仔细中暑 不是谁让我跪 是我自己跪的 咋 跪和跪还有啥不同 都是一个村的 说是黄英做了那样子的事情 可他媳妇不是啥是没有吗 把你妹说送公安局就送进去了 给过你们黄家人脸 黄父被鬼的火大 可不是说 这何东做事推不厚道 大虎你要是我儿子就赶紧起来 要不然 我干脆打断你腿算了 黄大虎目光仍旧坚定 我再说一次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 你就不能有点出现 人家都欺负到头上来了 何东要真念点情分之语 还是黄叔你懂事 这何东现在有点钱了 人都飘了 你见他把谁放在眼里挂 大虎 你就听你爹的话 赶紧起来 回去 回去了 放下书本 好好下地干活吧 反正这路已经让何东给堵死了 吃不上公家饭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 黄金 就不能考 也不能这样没点男子骨气 听爹的 跟爹走 爹 我要考学 死也要死在这 大虎 你说你这是何苦啊 何锦 我们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做什么也轮不到你来说话 大虎 我可是在帮你 那你是去替我跟何东邱青说好话 还是 帮着我想办法解决问题了 何锦心虚的厉害 好 我是在害你 害得你在这里何东下跪 何东都不撩你 真以为我想管你的破事 转身 何锦走了 就是刚走出去没几 就看到推着自行车回来的何东 何锦心虚的厉害 赶紧跑了 何东望向黄家一家人 黄大虎下跪不是我要求的 当然能够坚持到现在 我也知道是被逼无奈 就是可惜有那样一个拎不清的妹妹 起来吧 车到山前必有落 船到桥头自然指 留下这句话 何东就走了 黄母皇父不知道何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黄大虎却不挣扎在同地上去 妈 你扶我吧 我站不起来了 黄母和黄父赶紧扶起孩子 你这孩子 咋就何东一句话 你说起来就要起来 何东那话到底啥意思 黄大虎大笑 就是有希望了 爸妈 咱们回家 回到家 何东将画像放在桌上 祝秦雅看到时候就惊到了 文鱼姐姐 是吧 你一眼也能认出来 这就是苏文鱼 祝秦雅点头 可是你为什么会有文鱼姐姐的画像 这是我专门找人蹲守在公安局画的 只要谁出入公安局 我就让小鱼子画下来 文鱼姐姐去过公安局 为什么呀 何东笑 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她 外面核心匆匆而来 东子东子 机器拉过来了 拉过来了 你咋还不去呢 回头跟你说 你别说给任何人听 随即何东跟何欣两个匆匆离开 下午四点 原本空旷的厂房 现在已经放满了罐头机器 何东找了个板凳坐下来喘口气 秦雅你咋来了 咱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饭菜 我过来喊你回去吃饭 好 咱们这就回去 这工厂现在是鼎鼎重要的事情 忙完这一阵也就好了 祝秦雅拿出来手帕 给他擦额头的汗 呦 这 当着人面就这样腻腻歪歪呢 也不怕别人见了笑话 男人酸溜溜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看着干啥 认不出我来了吗 好兄弟 男人笑盈盈地望着何东和祝秦雅 大堂子 也就几个月没见而已 还真认不出来了 过分了 你啥时候回来的 也不去找我 没回来多久 这不就来找你了 陈堂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包大钱门 何东摇头 借得早 多好的东西借了干啥 真借了 而且我媳妇有了孩子 你也别抄 走 我带你去吃好东西 两个人勾肩搭背地就往家走 两人回到家 唐梅看到陈堂 可是惊一跳 大堂子 行了 祝神子你还记得我 我就是大堂子 经常找东子玩那个 大堂子 这几个月去哪了 看着像是发达了 陈堂更加得意 那可不 祝家审 我现在可是有钱人了 祝家人那会儿 最是瞧不上我何核东了 祝家的女儿 是看都不叫多看两眼 唐梅觉得噎得慌 这小子看上去 是比以前更能得意了 咋看 也不是我女婿东子稳重 她又发了就发了 跟我有啥关系 啥时候回来的 见过你爹妈没 自然是见过了才来的 祝家审 你应该从来没想过 你女儿最后会嫁给我们何东吧 陈堂笑着 朝着她吐口烟 欣赏着唐梅精彩的脸色